警方大半夜展开飞车追逐 但这可不是一般劫车事件 美国威斯康星州 14号凌晨3点多 一对夫妻开车停靠加油站 女子在车内后座熟睡 不料歹徒趁着先生下车加油时 偷车开走 等到女子一觉醒来 惊觉连人带车被绑架 陷入崩溃 根据警方笔录资料显示 嫌犯疑似吸食大量违禁品 与无伦次出现被害妄想 直呼有人要对他们不利 警方最后不得不刻意造成爆胎 才让遭窃车辆自撞停下 连安全气囊都爆开 偷车便掠人截车 好不容易化险为宜 歹徒也遭拘捕 CNN报导指出 疫情冲击下 全美截车比例大幅上升 治安也亮起红灯 三连新闻现场报导 三连新闻现场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